给给给给给给辅足你的 不不不那个那个啥 谢谢 好吃好吃 它的咸辣刚刚好 然后它的那个蒜味也没有很重 但是它的蒜又很香 来你们家店来吃饭的人 是特地找来的呢 还是说有很多 附近的啦 全国都有 全国 全国 莫名而来的 您好像在不断地在精进这个鲁的这个工艺 因为鲁一开始 这个工艺 鲁的老学的老嘛 其实您把这个鲁是已经在每一代人都在发展 然后每一代人都在精进这个鲁 被更多的人去接受 因为鲁一开始最早只是指 就是制盐最后剩下的那点黑水 那是最早的鲁的含义 对 基本上对 来 尝一下这个冰红茶 以前那个时候 每天都喝 我们的卤菜绝对够味儿 再配上好喝的康师傅冰红茶 过瘾又痛快 我最好奇的是什么 你每天早上几点钟 每天早上就是六七点钟起来 六七点钟起来 到市场是写食材 把食材写回来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 然后就上卤水之路 对 正常是下午四点钟到晚上十二点 卤菜啊 万物可卤 万物皆可卤 卤一切 卤一切 就有点像武汉人是 什么五湖四海都可以包容进来 就是有一颗包容的心 有好有文化呀 历师呢 还没提文化 文化人文化人 大疆大河大武汉 大疆大河大武汉 对 就是因为有包容这些嘛 一定用茶干杯 干杯干杯 干杯干杯 坐在这种巷子里吃东西 感觉就是很接地气 老板那您怎么继承这个叔叔的 这个手艺啊 是怎么决定的这个事儿 那说起来的话 要从十几年前说起来的 十四五年前 我一天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就搞服装的 哦 弄服装 那 因为我那个时候搞女生 搞到五六年 嗯 在汉振街嘛 全国有名的汉振街批发市场 那个时候嘛 搞服装也是蛮辛苦搞的 也搞了几个钱呢 也给我掰了 掰了之后 我叔叔把我带到这里来 进入这个行业 学这个东西 扎扎实实 学了一年的手艺在这里 哦 学了一年卤这些 对 以前还做早点嘛 早上做中午睡两个小时 才卖晚上的 每天晚上都卖 做到晚上凌晨三点 然后睡觉睡两个小时 早上起来搞早点 早点卖什么呢 热干面 热干面 宽粉 对 面窝油条 对了 以前的话 听完老板说他那个创业的事情 我就感觉真的就是 老武汉的那个人的精神啊 那种拼搏精神 真的非常的可敬 因为他们就是不愿意躺平 对 就是要努力 生活中就是有努力 两个字刻在心里那种感觉 对 做到全国吃 吃到我的卤菜 我就心满意足了 哈哈 哈哈 刚才我听您聊天 包括这一早上 我觉得武汉话特别好玩 你要不要再跟哥学两句 咱们再学两句 你学啥 就是 康师傅冰红茶 此时此刻够痛快 怎么说是吧 对 康师傅冰红茶 康 康师傅冰红茶 此时此刻够痛快 此时此刻够痛快 武汉话说这个 此时此刻够痛快啊 你要把这句话就是 康师傅冰红茶 你怎么能起 绝对虚夫 真的 铁筒 你怎么能起 绝对虚夫 虚夫 虚夫 康师傅冰红茶爽快 虚夫 来吧 我们一起来说一个 来 康师傅冰红茶 Sudvid 窒 刺口 干杯 金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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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胡老板 噓